菩提祖师有三位弟子轰动三界 一个成魔遭天谴 两个成佛万人敬仰 菩提祖师这个人物角色 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即便在西游记的末尾 唐僧的曲经队伍圆满地完成了曲经大业 整部著作也落下了剧中的帷幕 但我们很想知道关于菩提祖师的点点滴滴 其实正如方寸山侨夫所说的那样 菩提祖师门下出去的弟子无数 可谓是逃离满天下 但真正轰动三界的只有三位 第一位弟子孙悟空 孙悟空乃天地所生 是一个难得一见的修炼奇才 孙悟空刚出世没多久 就通过与生俱来的灵性 发现了水帘洞 继而成了花果山的美猴王 在孙悟空三百多岁的时候 他又自行悟出了生死之道 明白了醉生梦死只是虚度光阴 死后还要被地府的阎王管 为了能追寻长生不老之术 孙悟空第二日就驾起偏州 穿越了两重大海 来到了犀牛鹤州的方寸山 拜了菩提祖师为师 孙悟空果真非同小可 他屡屡打破菩提祖师的盘中暗谜 最终获得菩提祖师的青睐 前后练成了祖师传授的长生术 变化术和飞行术 加了方寸山之后 孙悟空可谓是一高人胆大 他先在水晶宫抢夺了金箍棒 后又闯入地府 护抹了生死簿 没多久 身为齐天大圣的孙悟空 挥舞金箍棒打进了玉地的通明殿 最终被如来佛祖 用五行山镇压了五百年之久 在历经了五百年的反省 孙悟空洗心革面 皈依佛门 一心一意地护送唐僧一路西去 由于在取经路上 降妖服魔有功 孙悟空最后被如来 分为了明动三界的斗战圣佛 第二位弟子 牛魔王 为何说牛魔王是菩提祖师的弟子 你想想看 当初孙悟空夺了金箍棒 在花果山药舞阳威时 以牛魔王为首的六大妖王 竟慕名而来 主动要求和孙悟空结为兄弟 此时的牛魔王法术修为 不如孙悟空 这才以结拜作为目的 和孙悟空攀起了关系 然而随着孙悟空 被压在了五行山下 牛魔王也脚底抹油 流至大吉 五百年后 杭僧的取经队伍 路过火焰山之时 孙悟空和牛魔王 为了抢夺芭蕉扇 大打出手 此时的牛魔王 今非昔比 就算孙悟空和猪八戒 强强联手 也无法击败牛魔王 而且牛魔王五百年前 和孙悟空结拜之时 不会七十二变 如今的牛魔王 却能施展七十二变 变成了猪八戒的模样 瞒过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夺走了芭蕉扇 放眼三戒 精通七十二变 且有教务类的大能者 还有谁 唯有方寸山的菩提祖师 可以预见的是 在孙悟空被压五行山期间 牛魔王偶遇了菩提祖师 成了菩提祖师的门下弟子 可惜牛魔王神功出城之后 变得飘飘然 他明知 唐僧的取经队伍 无神不保 十方拥护 依旧冥顽不灵的 将孙悟空等人 堵在火焰山下 牛魔王最终为他的执迷不悟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天庭以及西天的 合力围剿之下 牛魔王只能举起 白旗投降 其实 早在牛魔王和孙悟空 大打出手之时 火焰山的土地公 就预测了牛魔王的下场 大力王且助手 唐三藏西天取经 无神不保 无天不佑 三界通知 十方拥护 快将芭蕉扇来山西火焰 叫他无在无障 早过山去 不然 上天则你罪迁 定遭诸也 果然不出土地公所料 牛魔王被天庭诸仙围剿 我真是遭了天前 第三位弟子 如来 翻阅西欧记的时候 不知各位读者 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 如来和孙悟空无亲无故 为何一再保护孙悟空 好比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 玉帝宣了一道圣旨 喊来了西天灵山的如来 去前来降服孙悟空 如来赶到第一现场后 不但没有以雷霆万军之势 镇压孙悟空 反而耐人寻味地说了一句 切莫胡说 半孔遭了毒手 性命请客而休 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 后来如来绞尽脑汁 将孙悟空骗进了手掌心 然后将他轻轻推出西天门 压在了南湛布州 和犀牛鹤州的交界处 为五百年后的曲经大业 做好了准备工作 曲经之路只走了一半 如来就凑在孙悟空的耳边说道 攻城之后 鲁义座连台 为了能让孙悟空 不再被唐僧赶出曲经队伍 如来还派了观音 前去警告了唐僧一顿 说什么须得孙悟空 保护方能到临山 休得称怪 可唐僧的前身 可是如来的二徒弟金产子 孙悟空又是如来的谁 其实吴承恩早在西游记的开篇 就给出了答案 那时孙悟空败在了菩提祖师门下 被祖师归在了物自备 此外祖师还说了 他门下总共有十二倍 分别是 你看祖师门下的第六倍是谁 正是如来的如自备 如果将如来视为孙悟空师兄的话 就能解释如来为何对孙悟空宠爱有加了 同上 菩提祖师共有三个弟子轰动三界 一个是堕落成魔的牛魔王 另外两个则是万人敬仰的 如来佛祖和斗战圣佛孙悟空